跨领域设计的两个定义 一是工作于不同的学科 另一个是在设计过程中经过了不同领域的设计 而对我而言设计从来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学科 一个好的设计作品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学科知识在内 让我们回顾那些突出的著名的跨学科设计作品 比如AEG Tabifactory by Peter Benrens 又或者Peak City by MVRDV 它们不仅仅是包含了建筑家具的设计 设计师们还要考虑到如何整合所有的科学技术空间和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跨学科设计会让我觉得更具有功能性和合理性的原因 很 restore 短并没有维志飞志 不ращ什么 这个比较坚道